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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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哥,谢谢 你可不可,我去帮你 小雪,小雪 丽涵,你没事吧 你为什么要骗我 小雪 小雪 韩哥,不要这样 老爹,韩可惜了 我去看一下路子的药 谢谢你啊 小韩啊 现在闹在咱们头上的麻烦事 是越来越多了 咱们现在是能少一件就少一件 小韩 不是爹说脆丫头的不好 可是你看看他爹 不但是个烟鬼啊,还是个贼头 咱们哪那么多的本钱 跟他们纠缠呢 真是 爹 您误会了 没事 我把脆猪 只当妹妹一样的 我不管你把他当什么看 反正啊,这里不能再住了 只要我把拱大给找到 把那玉给拿回来 咱们就搬家 什么事这么急 为什么一定要搬家呢 您甭管那么多了 您要好好地养伤 其他的事情啊 有爹我去打点 爹,那块玉到底是什么宝贝 那是个传家之宝啊 本来留的给你娶媳妇要用的 谁藏的没拿出来 谁知道让那个没心没肝没肺 没屁眼的拱大给摸走了 你看 那老子要让我被抓到他 我 他最后被把那玉给丢了 要不然呢,他连十条命也赔不进来 我 我 玉儿 玉儿 快去,阿婆 去 你为什么要守着柳师傅 我自有我的道理啊 我不明白 柳师傅找到这些线索 虽然不能够证明那个幸福的伤人 对当年的这些事情有关 但是案子在曾经这么多年之后 好不容易有了些眉目 我们怎么可以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咱们佟家的事 用不着外人来插手 柳师傅不是外人 他是亲眼看着咱们佟家 在一瞬之间变得家祸人亡的证人 没有谁还比他更清楚 当年事情发生的经过 知道事情的经过 并不表示他就知道劫匪是谁啊 如果他知道 那为什么事发之后他不追查 那在这二十年之中 他也没有行动 直到他跟咱们续成 他才开始费心思找来这些证据 这不免让我怀疑 他用心安在 老爷,你 更甭提啊 他还有那么一个专门惹是生非的徒弟 要不是御官跟他认识 也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方 更何况 殷小差啊 就在那小子他娘开的妓院里挂牌 他早就透过铁袋 跟御官混熟了 墨娘 要是让这些人在府里头往来穿梭 只会给咱们添麻烦 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老爷 我看你还有一个重点还没说到 那就是替霍家平反冤情的事 要比寻找自己儿子的下落来得重要 我该你有说错吗 我以为我跟你说这个事 你会从上面一个跟着我再下来 怎么跟我二娘一样 一人都不觉得稀奇啊 亏你今天那个才说出口 你都快把他给憋死了你 听你那个口气 好像你早知道我爹跟小赛见面的事 其实是知道 上回你爹到百花楼 还是我领的路呢 什么 我爹他真的说百花楼 你这有什么好大吉小怪的 我告诉你啊 上咱们百花楼里啊 曾经发生过 祖孙三代同教一个酒局的事 我娘叫做这个 叫做一鱼三吃 当然见怪不怪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爹是这种人 每次骂我都骂小狗一样 想让他自己 这话我 我要说句老实话 你爹这么前天过后啊 就到那么百花楼 还那么一会儿 有一九二啊 对啊 这个时候我就想不透了 这上回你爹到百花楼来叫小赛的局 我还以为他是为了你的事来去骂他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会把他给约出去 喂喂喂 你有没有认错人啊 我认错人 我会认错我爹 你会认错你娘啊 你 不会啊 那就是啊 哎 当时牙儿也在场她也看到了 什么 你说牙儿也看到了 干嘛干嘛 不得了 牙儿看到小赛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得了 当然不得了了 啊 你不知道 这小的事我们本来大家都玩在一块 那我记得有一会儿我们玩这个叫花子取新娘 我要小赛办新娘 要这个牙儿办媒婆 从那以后啊 牙儿再也不肯跟小赛玩了 你让她受委屈 她让人生气了 哎呀 这个叫花子啊 也只能娶一个新娘 你总不能这样 我在那么小的时候 就娶两个人 想情人之福吧 哎呀 想你个头啊 我来了 骑你个头啊你 你就想自身 你都把你的头有牙子 你不可以看我今天的 好了好了 这把你不赶你 这把你不赶你 都不赶你 丫头啊 什么事啊 你 你说什么 爹 什么事嘛 没事 不是 丫头 有事跟爹说嘛 什么事嘛 没事 你干什么 哎呀 吓死我 没事让你们两个弄出事来了 哎呀 丫头 丫头 哎呀 丫头 丫头 哎呀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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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情人之福 哎呀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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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人家的臺 女儿 坐 有人家的 好啊 一点都抓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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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大娘啊 不要叫我说 肯老爹这条命 值得我们费那么大劲吗 不过 你女儿脆猪 身价可就不同了 姐妹 姐妹 你们小时候给我 臭小子 又是你 小子 我们今天没工夫陪你玩 我们是在办正事 肯大娘 快把水素交出来 肯老爹啊 已经把他卖给我们抵烟杖 这是卖器 上面有他的手印 你给我 你给我 你们这个啥钱 快把这丫头给我找出来 快 没事吧 肯大娘 就非非你 colleague 快 来来 小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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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械 开始 embar 戴头书轩 戴头书轩 你干什么啊 喂 谁揍了你啊 你还认得我吧 没工夫跟你说话 我还有事了 喂 喂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刚才里面看了一位姑娘 赶紧追着走啊 有啊 就是前面 那他跑过去了 那个人是哪里的 他不是大阳馆派的人 要把那个姑娘带走 大哥 加油 大哥 怪怪 苍蝇喝水交给你 苍蝇喝水 我来就行了 铁带 喂 把那姑娘给我放开 然后打你铁爷爷这边绕三圈 你们就可以滚了 你最好少管闲事啊 我身上有卖器 他爹啊 把他卖了 他爹答应啊 可是 我还没答应呢 吗 哎呀 哎呀 我们走 encontrée 爸 你说雪的人 哎 哪有冲雪不打招呼啊 现在打你了吧 走 哎呀 哎呀 你们还 Elizabeth 你要干什么 我给你 连铁带都大货人家 你去不是进来碰石头了 我们就等 来来来 铁带 铁带 你干什么 你要去哪里啊 我 人人是混哪里的 他们是小洋王庙 后见已经打烟馆里打手 好 所有穴 所有瘟 有了地方 好办 把这些人跑不了 还想跑不了没有 干嘛的 来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 好了 好了 我们不要去了 我们去报官好不好 好了 好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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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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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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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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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救命啊 快走 你把 说 把姑娘撤来什么地方去了 我 我们这里没有姑娘 没姑娘 不说是不是 好 那拿你来 撤死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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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好 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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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四少爷 这戏都唱完了 你才带人来摆这个谱 你不行晚了点嘛 你不是找到翠珠啊 没有啊 不过 我已经把这个烟管 里里外外统统给砸了 你不要吹牛了 招牌挂上那了 招牌 招牌留下来只是为了 艳名证声证明我们没有砸错地方 带都出差 带都出差 是不是就这一家 是啊 这碎猪汤 哎呀 你放心啦 有名有姓还怕找不到人吗 小白 把招牌给我拆下来 好 拆了 带走 带走 打 干什么 凡是得到你光照的固子 都将过场从前啊 听到 喂 停走 停走 快点 官爷 干吗要出手呢 我们这都是好人的 这烟管是个害人的地方 为何不让把这个招牌给拆了 对 没错 没错 就是这同城 动了他麻烦就大了 真的 来 把这些混音都抓起来 快点 快点 你们这是什么 官爷 抓破人啊 你要抓到人在里边 对对对 您弄错了 我们都要发现这个烟管 他是我朋友啊 他是你朋友 那你们是一党呢 来 抓起来 快点 不对 不对啦 这干什么 这干什么 这今天应该管吧 挂钩了 挂钩 你好大的胆子啊 你跟你讲 抓猫抓狗不要紧 你们几个人 连同事上也都敢抓 你知道他爹是谁吗 他爹就是那个 还有是什么大官啊 敏定过 带走 放下 放下 跟你讲 杀我做你们 这回可好了啊 咱们跟这个牢房还真有缘啊 这回大家都成了回锅肉了 谁说三星必有我失业 我看着三星必有祸汗 是什么 这指纹都是我连的 呆头 苏珍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甭说呢 今天真是你的麻烦 要是换了别人麻烦 给咱们兄弟碰到了 咱们也不能蒙着脸 让他过去 你说对不对 对啊 跟自己过不去 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对对对 就这句话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死伤不处 喂 你说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还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说了吧 好了 你不要找 这可 这天下太多不平之事 太多不义之人 那不义的难哪 还叫人哪 那简直叫人渣 人渣就是那些 专为非法勾到护盘的 贪官污吏 这俗话说得好啊 无贪不官 无奸不商嘛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在骂我爹 还骂你娘啊 你说清楚了你啊 你亏你还记得 你还有个官爹呢 你少来吼我了 谁不想早点离开这鸟笼子 要是在这让我爹知道 我认真死定了我 死定了 你放心好了 你是你们家的命根子 你死不掉的 再说咱们第二个事 行善记得做好事 怕谁知道 真是 喂 喂 哎呀呀 小娘干什么你啊 我 我干什么 我看老头换班没有 要是换个熟面狗 我好打点打点 这俗话说得好 狗走狗动 老鼠钻老鼠动 咱们各吃其门 我不会再打你们家 带那个肚东办那个招牌来 那就好了 咱们不玩意儿 我 我也要打点银银银 好了你别摸了 你那皮价就剩骨头了 还不带肉呢 来来 咱们拿了 咱们拿了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强到了 快点 这样够不够 又不是娶媳妇 一个就够了 有这个好办事 喂 老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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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连着手狗呢 老头大哥 咱一点十九钱 不成经验 来 来 收下 不乱 请 还是 小哥 我已经交代了 把门打开 是 快看看 我说了 有救啊 真的有救 咱们还省一个大银银啊 童大爷 这来得早不是来得巧啊 咱们坐这边牙一个气 真是受够 你 对了 她是你爹 来 爹 你这个儿子 你 官之民罪 也应该给明一个申诉的机会 更何话 是对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 连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也不给 放肆 竟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好 如果我的态度冒犯了童大人 请童大人您原谅 不过这次牢狱之灾是因我而起 四少爷和这位铁兄弟 是路不见不平才惹来这身麻烦 如果童大人了解了事因 就应该知道错并不在他们 对对对对 我们是帮他坏人打好人 不是不是 帮他好人打坏人 结果 够了 事实胜于雄辩 我没工夫在这儿听你们回扯 可是我警告你们 下回要是让我看见你们谁跟他一块儿混 用不着官府出面 我亲自拿你们治罪 快滚 果然是事实胜于雄辩 事实就是 没官的只关心自己子女的平安富贵 对民间百姓的疾苦可以不闻不问 事实就是 没官的工人包庇烟管独销 任命他们徒徒百姓 惨害民家 我白头出身 你少说两句吧 咱们才登出来 你不要又进去了 事实就是却 这天理下根本没有正义和功力 因为强权就是正义 而金钱更可以买到功力 衙门就是买卖这两件东西的地方 老百姓无权赶变也无人赶变 所以事实永远是一雄辩 大胆 停手 雄辩 也把人家势转 为官的公男包庇烟管独销 任命他们徒徒百姓 惨害民家 哎呦 我带偷出声音 你少说两句吧 发分报 是 走走走走走 走轮了 老天爷 我九一娘这一辈子 一只蟑螂蚂蚁 我都舍不得害死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报应啊 喂 您不得跟区区一样 接着要干什么 铁带 你还活着 呸 呸 呸 我活得好好的 你处没头干什么 你好 九一娘可不好呢 我 我娘怎么了 呼天抢地哭了一个下午 以为你啊 我 我怎么 没了 你别屁了 发你个狗臭屁 走走走走走 看什么 走开 你铁带回来了 我去 开门去 娘 娘 娘 你怎么在这儿 我听着你 一娘 你不要伤心了好不好 你 你不 我不是你 你 你不 你这没心没肝没肺 没天良的东西 你何不这么坑我害我呀你啊 我被你搞惨了我 九一娘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九一娘这一辈子从来不想起男人的话 我偏偏吓了个狗瘾我为什么要听你这话呀 让你那张狗嘴耍得我团团算 你害得我是人才良师啊你 你 九九九一娘 你 你说话要贫良心 我 我人也给你了你 呸 你他妈的以为人值多少钱哪 那十方才是我的命呢 你把我的私房还给我 你把我的私房还给我 你 你 你 还给我啊 我九一娘 你 你也贫良心嘛 你不要传人所难嘛你 你 你这个混蛋啊 娄子 你那么多姑娘 你不管你平面玩我娘 你还说报纸 咋呀 咋咋咋 咋咋咋 我说好啊 别的 娘 你还帮她 就这种货色你 干什么 你当你老娘真的瞎了言了 被她接才骗色了 别别别 我天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 你不得不过什么你 行了 我真要养小白娘 我谁不好养啊 我养她呀 笑死了 我现在走在那条路 你们看清楚了 将来就是你们走的路 到时候笑也不闲迟 出去 滚出去啊 娘 娘 娘 这究竟怎么回事吧 你跟那个货囊 究竟什么事情扯不清楚啊 该不都是为了钱嘛 怎么这 我这手头啊 有点私房 我看放在那儿生没不生钱的 天天在这个时候啊 刚好就碰到这个祸头子 他引了门生机来找我 我一算呢 挺有砖头啊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就顶了一半的份子 本来我的意思呢 是想把它做好了 将来交给你 让你有跟那儿正事干干 可是谁知道 才分了一次后 就让人家给砸了呀 娘 我看你是给人家骗了 这年头那臭粪子生意 哪那么好做 还不是都那些 靠嘴背里吃饭 想突然骗人的够的 可是刚开始很好啊 就是今天 都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个月好 第二个月少 第三个月跑啊 我听多了 可是我 你想开一点嘛 你就当破财消灾 好在你老板还在 这钱我们再赚就吃了 你说得倒容易啊 我那私房不在少数啊 到底什么生意啊 下了多少本 我下了 算了 甭提了 那一提案那心 就全揪在一块了 光是这个百日 摘了招牌啊 就只是有出无出了 现在平白无故的 又让我邪本无归 老天爷 我犯了哪一条哪一界啊 我这是 不提不提不提 不提呢 小心点 咱们说得开心的嘛 哪有什么开心的好说呀 有啊 你看 我今天刚才大牢里 碰到四少爷他爹了 什么 又让人抓到大牢里去了 你啊 你别紧张 是好事 要不然我现在 也不会坐在这边啊 大牢里头还有好事 你看 是这样的 我今天跟四少爷啊 去帮一个朋友救人 我就带着那一票兄弟 到那个小药王庙后街啊 去把那个汉人家 大阳王给砸了 虽然我被官兵 给抓到大牢里去 可是四少爷他爹啊 去把我们给保出去 这离走的时候 老娘还对我点点不错 好 你干得好 喂 娘 你还真是干得好啊 你这个小兔子 你在干什么 娘 娘 娘 别人给你点点头 你就高兴了是不是 那老娘给你磕头行不行 我给你磕个头 你磕了我行不行 娘 你疯我 我疯了 是啊 我就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 那小药王后面的大阳馆 大老板是谁啊 我哪知道 就是你的老娘我呀 娘 我 我这有一辈子 我真是在你手里了 我 我 我真是 我 我没指望了 我呀 我 娘 快 娘 使不得 使不得 娘 娘 娘 哎呦 小还 不是爹心很自ns 管不了管不了吗 管不了也要管 我绝不能眼睁睁看 他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真是莫名其妙的 段送秘义生 哎呀 小韩 他是让他爹给卖了 嘛 你懂不懂 就是拿去换银子了 你找他又怎么的 拿银子赎他呀 哎呀 小韩 我们哪弄银子去 難不成你要把爹我給壓了? 行!要是爹值五兩銀子,我把我自己給賣了 總沒有辦法的啦 當然有辦法嘛,你去拼命 你有種,為那個丫頭把命給拼了 你這麼做,那爹呢?爹以後日子怎麼過? 為了他們那一家,爹已經丟了一塊玉了 難道還要我陪一個兒子嗎? 你要知道,這是命,做人就得認命 大人! 快走開!快驚醒你,快跑! 快跑進去! 大人! 大人!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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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儿 彩儿 你干什么啊你 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干嘛 什么东西啊你 有鬼 我知道你准是被梁送的猫给吓着了是不是 真的有鬼啊 真的有鬼 那你带我去看看 你在哪里啊 你告诉我啊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啊 我就知道你在胡说八道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真的有人啊 嗯 我在听听看 你干什么啊 你吓死人了你 我也很害怕 你 既然已经来了 你就看看李莹到底是什么 你不要吓我 你不要吓我 进来 阿姨 磨娘是你 坐 莫娘不敢 莫娘只是来回禀老爷交代的事 我交代你什么事了 老爷前些日子 叫莫娘把玉冠身上的玉佩取下来 交给您 我已经向官儿拿来了 东西在这儿 哥 麓冠的事 老爷 如果没别的事 那我先回房 老爷如果没别的事 莫娘 你还在怪我 莫娘不敢 你觉得我对找寻桐家鼓肉的事 毫不关心是你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把这块玉佩 从官儿身上拿过来 想必是物歸原主 你是說還給殷小柴 我倒沒有這樣想 即便是有一天 要物歸原主 那也要四塊玉湊齊了 才能算是完畢歸招 所以老爺就認為完畢歸招的事 要比咱們同家的孩子 認主歸中來得重要 莫達 你吃咱念佛多年 當之凡事皆有因果 要不是我的罪孽深重 童家也不會遭到如此恨禍 如今 我又遇到了霍剛 她的骨肉 這無非是老天賜給我贖罪的機會 我不能一錯再錯 老爺 這些道理我不是不妥 但是這跟巡迴自己的孩子 根本就是兩個人 我不懂 你為什麼要厚此得比 你不明白 這個事兒表面上看起來是毫不相干 可是有很多地方 還是環扣相連 其實 柳師傅說的那個洋行商人 我見過 那老爺 當時 我沒有察覺有任何的益處 我沒有察覺有任何的益處 我也不敢相信 柳師傅說的河西大道會是他 這件事兒 當然還需要追究 不過我發現這個人 跟德雅仲揍得很近 德雅仲揍得很近 德雅仲揍不就是送您這四塊玉的那位 這三塊玉orb 已經告老還鄉去養病去了 我想 我恐怕就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 那老爺 你有什麼打算沒有 我對官場是毫不眷戀 不過叫我對這一幫小人的低頭 我也絕辦不到 但是不在其位 又怎麼能替霍將軍平反冤情呢 所以我現在要事事謹慎 絕不能讓德養仲抓到我任何的罷免 但是那位和妻大盜的是 我是說那位洋行商人 我會派人去查他的底 畢竟他在民主 我們在暗主 所以我會要你 把這塊玉佩從玉官身上取回來 把它好好的收好 我絕不能讓這塊玉 再為官兒帶來殺身之禍 快快快快快 可以可以可以 我在想 那些大燕管理的人 把翠竹綁走 是可能有兩種安排 一種呢 是把它賣去大戶人家 當鴨子十塊 另外一種呢 是把它賣去雞院裡 如果是第一種情況 翠竹一時還不會有什麼危險 如果是第二種情況 我一定要把那個 大燕管理的老闆找出來 親手掌 是 是是 大燕管 大燕管的老闆也許不止一個 也許就兩個三個 很多個 現在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 要想辦法 打擊中最初下落 好 那還不簡單嘛 走我們上八大胡同 轉一轉 然後挨車挨車挨車 我問一問 有沒有新來的 不就成了嗎 這個 我知道了 沒吃過這種地方 是不是 抬頭出山 這回你可以找對人啊 平常我鐵站 走大鐵小巷 都還要睜著眼睛看 我逛八大胡同 我貓那眼睛 我都可以帶你進去出出啊 快去快去 等我一陣 吃完我們走 快去 快去 那就麻煩你了 要是碰到那一次 我講的那女凡人 你就馬上來通知我 謝謝你了啊 來 來 我到一邊看看 田田田田 待會兒要來玩呢 快 來這邊 來 鳳姐 鳳姐 謝謝鳳姐 謝謝 哎呀 我去 不要灰心了 我再帶你到別的地方去找 走走走走 哎哎 蛋哥啊 蛋哥 什麼蛋哥 要叫鐵哥 會像蛋的鴿子呢 哎 對 最近 有沒有新來的姑娘 哎 有沒有啊 好騙 你們有學心研究啦 難道你沒有聽人家講 這薑是老的啦 老薑我嗎 夠味啊 啊 哈哈 沒時間給你泡蘑菇 我在辦正事兒 到底有沒有 哎 算算算 有沒有 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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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啊 他們走 他走 他走 你留下來 放開放開 不要亂來嘛 大叔 你知不知道人家是大學堂的學生 不懂咱們這套 不懂這套怎麼行啊 那你可要絕子絕孫了 我 我娶你個仇啦 我娶 娶 這些娘們 為了搶生意啊 什麼花招她都想得出來 不過見慣不慣 看多了就習慣了 可是他們也是父母生養的孩子 為什麼 會輪到這種地步 難道 他們像翠豬一樣 別別別別別別 戴頭叔叔叔 不能想 不能想啊 咱們只能救翠豬 救不了眾生啊 你現在想了也等於白想 走 我再帶你到別的地方去看看 走 那邊還有人想 我們過去看看 那...那家 那家不能去 走啊 為什麼 那家聽說你進去了 衣服不被曝光啊 是出不來的 走走走走 走了走了 慢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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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就這個鞋子 你抓著 你抓著 抓著 抓著 包子 抓著 公大 你給老孫 把魚還給我 公大 公大 你別跑 怎麼搞的 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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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魚還給我 還給我 還給我 混蛋 你為了抽大煙 逼死了你老婆 賣了你女兒 還多虧平常奔養 你竟然連我這個家的老頭 還給我孕 混蛋 你別說東西 還我孕 還我 你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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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打架啊 那不是我爹嗎 還催促他爹 他過去看看 不要打了 快點 不要打了 快點 拿手 不要打 是我怎麼樣 戴頭師 他就是你爹 你們認識嗎 當然認識 上回在那個毒藏裡面 我們 不要說那麼多 我先把這個狗拖過去 再說 爹 在那邊 幫我拿過去 還讓你說 他真的是你爹嗎 是啊 是 奇怪 一個黑臉 一個白臉 就好像一個廣東 一個廣西 不但一下 而且啊 差遠了 放 不在什麼話 就這塊玉 老天有眼 這玉乾是誰的就給誰了 這不是上回我賣給你那塊玉 那塊玉 你找一塊去 問你什麼事啊你 來 你 阿叔 你一定要老實說 你把最初賣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說話 幹死老頭你說話 你說話 說話說話 就算你知道最初賣到什麼地方 你應該知道 是這比你錢的你這樣賣生器的 對啊 講 別怕 你 火狼 李三嘛你 開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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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師傅 這是五塊錢獻大洋 就算是謝謝您這麼些年來啊 在我們百花樓裡頭 教這些姑娘唱戲 拉呼吸這一點心意 您就收下吧 您這是 徐師傅 我現在真是一肚子的苦水 我 我不打一處來 一言難盡呢 這外人看到的百花樓 僅是風光的一面 可是我們百花樓另外一面 我想也只有 屈師傅你心裡頭明白 唉 這麼些年來啊 我可是一滴眼淚 一滴血汗在這苦撐著 不過這撐呢 有撐得下去的時候 也有撐不下去的時候 這會兒要不是因為撐不下去了 我們也捨不得你走啊 會不會這是 這個月班子 我實在是供不下去了 我自個兒找不到活路也就算了 我總不能擋了您的財路 您說是不是 唉 我跟您這麼多年 您只知道 我哪有什麼財路啊 唉呦 徐師傅啊 這一點您就不用客氣了 想當年廣和樓第一把交易的糊氣 您到哪兒也混得了飯吃啊 比起我們這些哪兒都動不了的人啊 您強多了 這五塊錢大洋啊 好歹呢 您能過一段時間 我將來要是有好日子過 我是不會忘了你的 好 我這會兒還有事 就不留您了 您慢走啊 我有工來看您哪 回來 隨時回來 這就好像你家裡都一樣 隨時回來看看 有工來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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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串啊 在忙啊 沒什麼呀 有事啊 唉 那把衣服換換 咱們出去一趟 去哪兒 去看三爺啊 我聽說啊 他出院回家調養了 備了份禮啊 咱們上你家去一趟 我不想去 唉呦 小串啊 你可別一句話 把我給堵住了 這又不是教局 又不是出堂會 咱們這是給三爺請單去的 小串啊 你想想看您 人家三爺對你多好啊 偏常多照顧你啊 你看這回受了傷啊 你看也沒看望過人家一次 現在人家出院了 你總不能連這點心意 都不肯表示啊 他受傷又不是因為我而引起的 我有什麼心意好表示啊 這這這話不是這麼說呀 是不是 你是可以不領情啊 不過問題是 人家到這兒來都衝你來的 在這兒花了大把的銀子 你在那兒可以嘟個嘴啊 你說你不稀罕 我可不能閉上眼睛說我沒看見哪 這都是人情世故 幹咱們這行的 我們不能不領情啊 不能不吃這一套啊 這怎麼了 好像每個人都認為 我應該跟人家磕頭做衣 我是命裡犯賤還是怎麼的 要不是這個樓子啊 快撐不下去了 我 我一個人垮了我也就認了 這樓一樓的姑娘等著我給飯吃呢 那他們日子該怎麼過啊 你 你要不是為他們 我幹嘛拉這個老臉 我去巴結人家三爺啊 你不要以為只有你在那兒講骨氣啊 冠成二十年前的我呀 我端得比天還要高 可是我端得了一時 我端得了一時嗎 姨娘 姨娘 你一定要我去見三爺 我答應你就是了嗎 不過 姨娘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沒問題沒問題 只要你肯上谷家去一趟 別說是一件事啊 一百件事都行 我都疑惑著你 什麼事兒 小姐 我求求你放我走好不好 我求求你放我走 我不要死了 我要邁到這裡的地方了 我離願去死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你幫我回去了 你這是跟我談條件了 就算我帶他向你求個情 姨娘 你把他給放了吧 這件事我不能依你 姨娘 你明知道他是被在主 逼著綁到這兒來的 不是他自己心甘情願來的 幹咱們這一行 有誰是心甘情願的 你嗎 沒錯 以往到我這兒來的姑娘 一定要自個認命我才會收留 不過這回不同 這個姑娘是人家在賬上 虧了我抵給我 更何況我手上還有他親爹 按著手印的賣生器 我要是放了他 我這筆虧空就完了 我要是留著他 我最起碼還能琢磨琢磨 看看以後 可是他還小 他什麼都不懂啊 他從來沒想過 他會被賣到這種地方來 要是他想得開啊 姨娘也許還可以指望他以後 萬一他想不開 那豈不是要鬧人命啊 這種事情我見得多了 我知道該怎麼做 你不要替我擔心了 好吧 姨娘 你不要再害一個 清清白白的姑娘家 去走這種路了 一旦走上了這種路啊 想回頭都難了 我害他 是我逼著他爹把他賣給我的嗎 說句不客氣的話 這丫頭你把他送給我 我還不一定看得上眼呢 要怪只能怪他的命 他不應該身在那個環境 遇到那樣的爹 今天我不但沒害他 我還算是幫了他了 他今天如果能夠到我百花樓裡頭來 那還算是不信中的大幸呢 能夠跟在我的身邊 讓我好好調教調教他 最起碼他還能學會一套 怎麼樣應付男人 不受他們的擺佈 清清白白 這天底下只要還有男人活著 女人一輩子就別想清白